嗨 大家好 我是吉哥 吉哥 今天的節目呢 要跟各位朋友來介紹一顆鏡頭 一顆非常便宜的鏡頭 那它CP值之高 其實連我都嚇了一跳 那為什麼我說CP值之高呢 因為它只花了我2900台幣 就買到倒閉的一個鏡頭了 那來講一下 它是什麼樣的一顆鏡頭呢 它是七公匠 大家對這個品牌比較不熟悉 那有七公匠有八五塊 其實也有很多鏡頭 對 那這個鏡頭的特點就是 它是全金屬的一個鏡頭 然後它是手動鏡 沒錯 手動鏡 意味著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調整鏡 焦距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調整光圈的時候呢 它必須全部都用手去做一個調整轉動 那也意味著在操作上面的話 會有那麼一點點的不方便 其實這也不能舒服方便 因為現在機器進不太大了 很多朋友呢 都會依賴我們機身內的自動對焦系囉 像說你的A73 有一個非常長大的對焦系統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裝上原身鏡 那你就不用擔心它的對焦 我只要站在這邊 鏡頭拍攝 它就可以很棒的對準我的臉 對 那 你用手動鏡頭不一樣 你必須要 去用手動來對準你的焦距 看看有沒有對焦焦 要用手動去調整你的光圈 來調整你的曝光值 但是你換來的是什麼 換來是價格上的優惠 對 價格上的優惠 我現在的 Sony的全幅相機的鏡頭是 2470 F40 也才是鏡頭 那這顆新的兩萬多塊 二手的也大概在一萬十一萬五 一萬左右 其實相對來講是不平靈 那更不用提巨眼鏡了 更不用提巨眼鏡 巨眼鏡少說這四五萬起跳的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的負擔就比較大 那這支這支七工匠的這一個35毫米 F1.8的這一個鏡頭 雖然它是手動的 可是它帶給你的這個畫素呈現 會遠遠超過這兩千九百塊價格 對 我講的是二手架 它的新機價格也不貴 它新鏡頭的價格也不貴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顆 手動鏡 價格也不貴 然後呢 又可以給你帶來不錯的成像 像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們這個前景的這個效果都還蠻不錯的 因為光圈有過大 F1.8 那我在使用我的2470 F40EA這個鏡頭呢 畫質是不錯 然後成像也夠銳利 但是就是光圈小了一點 我有一個明顯的景深效果的話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拉著 那我就來使用這一個 七工匠35毫米F1.8這個手動鏡的話 我就可以輕鬆打成這個效果 而且重點是價格不會很貴 所以如果你想再找一個便宜又緊身效果 然後呢 又想要體驗手動鏡的話 那七 七工匠的這一個 35毫米F1.8這個鏡頭 絕對是你的首選